女孩 女孩 爸 你们俩吧 风格可异 但是组合在一起 一个负责申请 一个负责唤托 我的脑袋里 也有一块该死的蛋片 取出你这块蛋片 可能我会死 但我必须试一试 我必须试一试 再见 欣然 喂 试衫帮 你不是预感挺准的吗 会不会是温迪啊 尊敬的各位贵宾 大家好 请允许我代表 邱李茂先生 温良先生 欢迎您前来参加 邱泽翰和温迪小姐的 订婚仪式 温迪 准备好了吗 都差不多了 走吧 怎么了 温迪 不说好了牵着手过去吗 不想牵 接下来 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自队 郎才女貌的年轻人 朋友们 两情相悦的最高境界是 相对两无厌 祝福的对新人 从今日开始圆定三生 从此拥结童新 在 记忆的时光 机器里找自己 在 香烟的柔软梦境里 遇见你 朝着梦框满去 不远万里 云隐随行 王姐 王姐 王父 站 陪我到达目的地 累积的 累积的 离场追 终而出席 准备好 准备好 你和你 想着未来飞行 快看你们 轻易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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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温良 你女儿怎么回事 我可告诉你 就是你女儿再回来 我也不可能让她再跟我儿子好 我可没那么厚脸皮 你女爱可真是贱啊 跟一个卖肩包的跑了 他就不配进我家的门 你不是想跟我合作吗 告诉我 合作个屁 你做梦去吧 儿子 走 何总 怎么办 哥 之前不是说你们家拍不了 展昭没法配合 怎么今天突然又说 去拍你们家 让我们做两手准备啊 是啊 发生什么事了 别搭搅展色静候佳音 什么好事啊 分享一下 明天可以拍我们家第一期了 没问题 太猛了 我的弟弟 就知道没看错展昭 我爱你 不是 你是个混蛋 別错 他就是个混蛋 我爱你 混蛋 干吗 感谢你给我打电话 虽然说一句话都没说 但是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我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了 你怎么回事 张总 张总 你怎么了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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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真的评评你了 你他这现在的身体状况 怎么还能这么繁重的工作呢 而且每天还让他加班 你就不要他命了嘛 他必须立刻接受手术 评完的话 医生 你能不能再给我两天时间 最起码让我 把第一期的节目做完吧 这样的话我也是死而无憾 你说什么呢 你还想不想让我手术了 你必须得手术 听医生的话 我做完节目播出 很快周六就播 播完我就做 不 你这是玩命啊 说到你的避兴 我马上就来了 爸 你没事吧 让让什么呀 做不了 医生 她手术她不听话 非要说看完第一期 我家的味道才行 你俩没事了吧 好假的 这一闹跟拍电影似的 好多人要追杀你 谁敢呀 还不是因为你任性 玩大了吧 我有一点没弄明白 早上的匿名电话 谁打给我的 那么地了解我 真不是你 我可能那么了解她吗 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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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是天意啊 爸 我家的味道 是不是明天录 在家我已经准备好了 绝对不会给您掉链子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一会儿不知道怎么接了 你就静静地站在我边上 就可以了 你知道怎么接 我可不是来打酱油的 你的压力不要太大啊 跑出来好了没有 好了 好 三 二 一 开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家的味道 我是主持人方馨然 我身边的这位 大家好 我是唱歌 这位是爷爷展放 他是展家百年间包手艺的 传承人 他喜欢大家叫他展爷 我我我除了做包子 我心急手法我都会 这位是爸爸展大鹏 他曾经去过伊拉克 做过战地记者 后来呢又做了电视节目 制片人 前不久出了一本回忆录 《沙漠之音》 这位是展家的孙子展昭 大家好 我是展昭 我在展家包等你哦 展昭不仅名字霸气 他的理想也很怕急 就是要把展家包 推到全世界去 不瞒你们笑话啊 没去之前呢 这个肩包我已经吃腻了 当我去了伊拉克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我经常跟我的朋友 陆幻说 如果这个时候 别说吃上一口 我父亲的展家包 就是闻上一下 我所有的恐惧 所有的困难 立刻烟消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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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拽了这一大圈看来看来 只有这个展家包 能让咱耶撒凑在一块 和谐的一点儿 儿子 珍惜吧 你真灿烂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三位目前都是单身男人 但是他们的生活呢 照旧很精彩 你真灿烂 好 停一下 停一下 那个 方姐的装花了 我装 方姐 屋里补 好 怎么办 哥 何时来了 叫嚣着要找人 再不拦着就冲进来了 这个时候来 美洋好心 干嘛呀 我们探望画录节目 想要往CU来干嘛 我来找展昭 你准备准备 方总 找我儿子有何回答 让你儿子把温迪交出来 温迪 他在我们这儿吗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展昭在订婚仪式上 把温迪拐跑了 不是 你这个词不准确 什么叫拐呀 那叫整 就我不是来听你废话 文迪现在肯定就在你们家 你等着啊 展昭 喂 你过来 怎么了 妈 文迪在他们家吗 不是 别管 他到底在哪儿 你告诉何总啊 在他觉得安心的地方 不 你要是不信 进去看看 不用了 让你儿子跟我去找邱里茂道歉 说出温迪长在哪儿了 如果待会儿事情有转机 我或许可以饶了你 我就是借壳上市嘛 我听说了 不话又说回来了 这么大的事 非得靠什么方欣然 温迪 要靠这些女人吗 喂 你要是有这个实力 你就上 你要是没这个实力 咱就别玩了 我告诉你展昭 小卖网上市 谁都阻挡不了 小卖网前途无量 到时候如果你愿意 可以来往公司 好啊 不过你别怪我不提醒你 玩资本没那么简单 玩不好 那可是要倾家荡产 倾家荡产的 好像是展先生 是吗 那行 那咱就骑驴看账本 走着瞧呗 何时啊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说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找灵爱 如果到时候人找到了 您带着他去找邱董 上市的事是不是还会有缓和 你没有听到邱里茂说的话了 侮辱我女儿 我还去求她 何总 胡光传媒那边 已经挽回不了了吗 折腾这么久 什么都没了 合作不成 温良资金进不来 我们借的贷款也无法偿还 何总 现在我们的近况已经很恶劣了 就在危险的边缘 行了 大不了小麦王倒闭 我何时还可以从头再来 妈的姓斩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最后关头全都跑出来捣蛋 我不好过 他们也别想好过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家的味道 我是主持人方欣然 我身边的这位 大家好 我是唱歌 两个主持人的设置 真的很讨厂啊 这个想法是方欣然提出来的 欣然 现在像你这样想着提些新人的人 不多见了 我现在还后怕呢 幸亏啊 我准备得充分 不然 风头全被抢光了 而且唱歌的晕镜解决了 我现在不怕镜头了 我跟他和解了 好 这次时间这么紧 任务这么重 我都替你们捏把汗了 老长 有这样一支团队 难得啊 尽快把片子做出来 下周末就要播出了 把片花给台里负责宣传的人 我家的味道 宣传片道提示 十天滚动播出 主任 我有一个想法 说 后期制作呢 我想拿到外面的工作室去 你看啊 一来呢 我们比较自由 二来呢 价格班也方便 好 没问题 只要第一期节目能够准时播出 看来主任是什么条件都会答应的 你什么叫找不到 找不到 你不是航空 铁路都查过了 他没有离开深城吗 那你就把深城都找遍 找不着你就别回来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你不知道吗 都去找 爸 你可回来了 回来就好 这展昭把你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住在哪儿 吃饭 我挺好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回来了就不走了吧 不知道 问你啊 爸爸想跟你好好谈谈 好吧 可以 不过不是现在 您上市的事不好意思啊 我本来觉得我把你的事搅黄了 我会挺爽的 谁想到 爸爸 对不起 孩子 爸 跟你比起来 那些事都不重要 您应该生我气的 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呢 你妈妈走的时候 我向她发过誓 任何一个只要伤害你的人 我一定给她死磕到底 但我没想到 最后伤害你的人 却是我自己 爸爸过去有点老糊涂了 但爸爸可以向你保证 以后我一定不会 不考虑到你的感受 好吗 深城台全新打造的素人家庭 综艺真人秀 我家的味道 下周晚八点温情熟 我 何总 展大峰那么针对你 说不定他早就想搅晃 我们上市的大地方 我看那展昭去游艇抢温迪的事 也可能是展大峰指使的 您想想 温良说过 温迪根本不喜欢那信邱的儿子 那他为什么会突然同意订婚呢 不可疑吗 要是展大峰让展昭用美男机 去拉拢温迪 给咱下一个套 这都全解释通了 订婚 抢婚 这全都是展大峰提前安排好的呀 何总 等这个走到百分之一百 我们第一期就算大功告成了 畅哥 终于要在库务上放给自我了 这回屁股真容易 你们要干什么 你干嘛的 你干嘛的 你给我出去 干嘛 出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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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好 干什么 走 滚 你没事吧 走 走 你拍到手了 今天晚上八点黄金档 都开天窗了 这次展大峰 必须上电视台的黑名单 詹子 你可来了 刚盯紧的成真没了 再用素材剪的话 根本就来不及了 詹子咱们报警吧 他们既然敢这么做 就不划报警 这次展大峰 小板弄我都摆好了 坐等八点 我家的味道 何时 你想怎样 我是个俗人 临死要挖个垫背的 我好像没做过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吧 那就怪你宝贝儿子 子债富长 天经地义 你们家已经赚了 用个快死的人 换个年负力钱的 那你说 我做什么 你才能够收手 你觉得我会让你怎么做 何时 我们俩之间的恩怨 我希望你冲我来 我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我希望你放过我家的味道 因为这是大家伙 共同努力的结果 你把硬盘送过来 你要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上市的计划 十几亿的买卖 黄了 你个节目算个屁啊 展大鹏 我想你死啊 真是何时干的吗 他怎么说啊 卓梁 再找几个人 我就不信了 就许他们的冥想 回来 展四儿 我去找何时 你放心 我不用暴力 没用 他们现在就想把我家的味道 置一死地 老展 袋子送过来了没有 今晚就要活出了 千万别出叉子啊 这就是你派人干的事吗 何总 我对人没问题啊 那现在怎么办 你这人是不是露馅了 展大鹏 跟我留一手 肯定把硬盘给我换了 那就是掉包了 跟我玩老奸巨华 去 把陆飞给我找来 是 何总 何总 您还看动画片啊 陆飞啊 养兵千日用的 何总 您不用总跟我说这些 我是不是您从大牢里捞出来 还出钱替我摆平 是 您是不是我的恩人 是 那就行了 只要您需要一句话 我陆飞任您派遣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给我盯紧展大鹏 不能让他们的节目 顺利播出 何时怎么能做 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越来越没有底线了 何时也是狗鸡跳墙了 陈总 没有 我有个提议 这个人有可能 帮我们解决问题 方欣然 对啊 詹子 这个时候恐怕只有他 能帮得上我们了 别说了 如果这个时候 利用方欣然的话 那我跟何时还有什么区别 这件事交给我 方姐 你怎么了 幸亏周亮告诉我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说呢 节目是你们的 也是我的 我家的味道 我也付出了不少 要是能把硬盘拿回来 保证今天晚上顺利播出 也是在帮我自己 说到底 这是我跟何时之间的事 他是冲我来的 必须得我去找他 大鹏 皮卡 送了 我跟你们一块去 不行 如果这个时候 咱俩同时出现的话 麻烦更大 你明白吗 你自己去我不放心 陈总 写着你的名字 打开看 是个硬盘 是我们的吗 是我们的 试试 试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家的味道 我是主持人方欣然 我身边的这位 我是唱歌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啊 刘主任 你们在搞什么 我这边都快急死了 马上 马上 半个小时之内 必须送到 哎哎 还有半个小时了 快 给电视台送过去 我也去 多一个人 多一份保障 差点造成重大事故 什么也别说了 我现在送你去 是谁把硬盘送过来的呢 是谁把硬盘送过来的 是谁把硬盘送过来的 欢迎来到我家的味道 我是主持人方欣然 我身边的这位 大家好 我是唱歌 看过创业寿决赛的人 我我我我除了做包可 心机柔化 我都会 大家好 我是展昭 我在展家包 等你哦 你看我看 看见没 看 到我了吗 不行 我成熟啊 你像我人 人 还嫩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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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点过于帅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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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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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才叫好兵如潮 让赞养胜郎 那再猛烈些吧 看看 太棒了 展家包我吃了二十多年 可以说都吃腻了 当我去了伊拉克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我经常跟我的朋友卢幻说 展昭不仅名字霸气 他的理想也很怕起 就是要把展家包 推到全世界去 成了成了成了 怎么会这样 棒棒的 你们俩在这儿等一下刘主任 给他解释一下下午的事 我有点难受回去吃药 我送你 不用了王大船 外面雨大 你就把他平安送回去就行 展总 去杨胜户团 卢飞 何总 展大鹏在我车上病得很重 车送他回家 卢飞 你现在把他带到越来越好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 事成之后 我给你一百万 在这儿 拜托 体会老辑的 说 看起来 他们有作为 能不能活一 一个团 我会不管 你不能活一样 你能活一样 反正 我该干完的事都干完了 这个时候去找他 也没什么牵挂了 你把眼睛给我睁开 我如果没遇到马达 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 你上次赔我几百万才是谁啊 啊 要不是那傻大叔卖房子属你 你还在监狱里待着呢吧你 你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还是我路费很二啊 说话注意点 我找不过抗氏 你还打算瞒我多久 这一份就是 展大方当时跟马家签的和解协议 这抗力士怎么这么不靠谱 你还在这决殿下最不靠谱的人 你还在这决殿下最不靠谱的人 你不脑子真让在边蹦我吗 下午那盒子 是不是你送过去的 我说的对不对 有什么事 是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能不过许多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不得我 去吧 给伍主理 听起来 吴哥 派人刚回来 知道 知道了 谁说你不能再干了呀 你救了我们整个剧组的命 帮我完成了临死之前的一个愿望 小子 我们俩扯平吧 这事不能再扯平 咱俩扯平了 张大鹏 你缺心眼吧 张大鹏 张大鹏 你醒醒 张大鹏 你不能死啊 我先送你去医院 我不管你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这些这话我都要告诉你 我陆飞总今天白血多了一个哥 哥 撑住 哥 你就可以过去医院 你已经听见到了 我们在学校里的第一岁 我们我们可以的 也可以做个愿望 我们的个人 大鵬 没有你 我不可能驱散内心的焦虑 没有你 我不可能成为 今天更好的方欣然 爸 我就要回美国了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会把大学念完 完成您的心愿 也完成我自己的心愿 至于创业嘛 等我回来 再玩票大的 儿子 那个谁啊 何时因为叫做反罪啊 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都听见了 谢谢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我也坚持不到现在 爸 你怎么提前出来了 就是 我们想偷偷录个组织 你还偷听 你们那些话 当面听的话 那不得肉麻死啊 别装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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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拜拜 我记忆真释怀 你若看见你了 我没有测课 让他流满面 拜拜 在那边不许沾花惹草的啊 要不打断你狗腿 那你在这边也不许朝三暮四 要不然我就 我就不活了 我不下气是真的 那你得想我 知道没有 知道吗 在 记忆的时光机器里 找自己 在 那我这边你 再说频道 我这会响 你看你 你还真有什么 让我听见你狗腾 这很 fix 就能 Bai 然后我试不答你了 我画一心的人 你还真有你 我看你这闯 你还真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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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我看你了 你这闯 你也大了 我怕你高兴了 你说我真没想到啊 我一个人民教师 是吧 一个知识分子 怎么混到包子铺里 跟小吃商饭混在一起 知识分子才也得食人间烟火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厨子也是艺术家 你现在哪儿混到小吃队屋里 你现在是混到艺术圈里 你现在是艺术家了 知道吗 这唱你这么说 我还高攀了呢我还 那哪儿 你说 知道吗 这么坏呀你这人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老了老了坏 坏一坏呢 生活更有色彩 有你 我赢了 你还来个老公子 怎么回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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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你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现在未到第二季 又回来了 我是主持人唱歌 没错 这一季就只有我一个主持人 感谢大家对我的大力支持 我呢 成功上位了 开个晚上啊 我们上一次的主持人方兴然 主动让闲 她已经转行幕后 走上了女志骗人的不轨路 当然 今天方兴然也通过一段VCR 向大家带来了问号 请看大屏幕 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被表现太好的唱歌 挤走的前主持人方兴然 开个玩笑 虽然我离开了 但是太阳娱乐却是更强大了 我家的味道第二季 重磅来袭 太阳照常升起 希望朋友们继续支持我家的味道 哦 对了 我要友情推荐一下 唱歌的全新个人脱口秀 唱歌给你听 相信唱歌会给深层的朋友们 带来每周多一份的开心 奔跑吧 小妞 唱歌的歌曲 唱歌的歌曲 又忘了充电了 你怎么那么笨呢 我对你太失望了 又忘了充电了 你怎么那么笨呢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骗子 有我这模样的骗子吗 告诉你 长得越不像骗子的人呢 就越有可能是骗子 你试试 试试就试试 有本事 骗我一辈子 慢点 慢点开 放心吧 老司机了 I'm making your heart sway Don't let me say I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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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